王玉堂掌中剧团历经四代的传承 从早期的历史文物到现今科技化的戏偶 道具还有乐器等等 现在都在新庄文化艺术中心布袋系文物馆展出 邀请民众一起去了解布袋系的历史演变 自己动手 自己配音 操作布袋系偶 加入自己创新的口白和姿势 透过布连上较透的部分 看到台下观众表情 想体验掌中戏在新庄文艺中心办得到 因为我们新庄布袋系文物馆成立从93年代到现在已经13年多 那我们也是逐步邀请我们全国各地的接触的布袋系团 来到这里做一个展览演出 那新庄布袋系文物馆是一个展览的一个平台 那也深获全国各地的布袋系团的好评 这回邀请到来自嘉义的王玉堂掌中剧团 包含不同戏友 角色各自特有的头饰 还有早期后场乐器北馆演变成的黑胶唱盘 剧团演变至今各种演出布袋系所需都在这儿看得到 这些泡过水的系友其实是因为剧团第二代遭受到赫波台风攻击 整个剧团被淹没 系友全部坏掉 所以现在能看到的系友其实都是重新制作的 游客来到这儿不只能看见历史也能看到精彩演出 我们的演出的部分我们是大概一个月或两个月会安排一场演出 那会在我们中心的广场 那这个展览大概是三到四个月会一档 所以我们大概会在明年度的部分目前在规划中 所以我们会在明年年初的时候来公告我们整年度的演出的部分跟展览的部分 布袋系文物馆的活动资讯 在新装文艺中心服务台和粉砖跟网站上都能找到 这次来的掌中剧团成立超过一甲子 保留着传统金光系的渗难手法也融合了现代剧场技术 展场中的布袋系友平时也是很难看到 喜欢布袋系的民众可别错过这次走入时光隧道的大好机会 记者方建凯林区新装采访报道